俄罗斯送给中国一份大礼 这是一份价值2.5万亿的贸易大单 意味着中俄两国的贸易程度将会进一步加深 消息传出举是震惊 一向宠辱不惊的普京 更是难得一见的笑得合不拢嘴 可相比较于普京的喜笑言开 中俄之间的超级大订单 却让大洋彼岸的美国提心吊胆 因为有人说 这笔大单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 陷入俄乌巴以双线作战的美国 正在面临最棘手的局面 前有俄乌战场的寸步难行 后有中东事变的激起民愤 美国还没从疲于斑命中缓过去 中国和俄罗斯的超级大订单 又给了美国人当头一绑 在前不久的一带一路会议上 中国和俄罗斯签订了一份 价值高达2.5万亿卢布的跨境粮食供应订单 这笔中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笔交易 计算下来相当于1800亿人民币 要知道在西方的集体封锁和制裁下 俄罗斯2022年全年GDP才151万亿卢布 这笔巨额订单对俄罗斯无异于是雪中送炭 这也难怪为何一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的普京 竟然会一反常态 对这个合作喜笑颜开 或许有人很好奇 中国作为数一数二的粮食大国 四大主粮产量都数一数二 为何还要和俄罗斯签这一笔大单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 或许还得从我们的粮食结构说起 事实上中国是传统的粮食大国不假 可我国的粮食市场却明显存在着短腿情况 四大主粮玉米小麦大米大豆中 小麦和大米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 可另外的两大主粮玉米和大豆 中国却还有很长的追赶之路 特别是大豆 由于中国的土地分布和优良种子的不足 以及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不均衡 这些不足之处导致中国的玉米和大豆 距离世界上顶级的主粮产区都有明显的差异 光是大豆 中国每年就需要从国外进口九千多万吨 以至于大卖家美国和加拿大 动不动就挥舞制裁大旺 逼迫中国低头求饶 而中国目前的窘迫 却和一强之隔的俄罗斯不谋而合 拥有大片优良土地的俄罗斯 每年粮食产量超过1.3亿吨 而人口却只有1亿人左右 巨大的差异让俄罗斯成为举足轻重的粮食出口国 可西方的封锁 却让俄罗斯的粮食出口陷入麻烦 一边是粮食不足不得不买世界买粮的中国 一边是粮食丰收为了销量而犯愁的俄罗斯 双方不谋而合 俄罗斯在未来的12年里 每年都要为中国提供将近600万吨的粮食 可这比你请我愿的合作 对于美国人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除了丢掉了原本大好的市场 中国对俄罗斯的雪中送炭 让原本就在俄乌和中东疲于奔命的美国 变得更加捉襟见肘 更要命的是 这些仅仅是美国面临挑战的冰山一角 美债微如雷卵 多达30万亿的达摩克利斯之舰 让美国股市如履薄冰 国内矛盾重重 两党斗争如火如土 众议院院长时至今日依然难缠 一边是国内国际麻烦重重 一边是中国和世界的大联合 与其说美国是眼红中国和俄罗斯的超级订单 倒不如说他是在羡慕中国丝绸之路的逐渐丰满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普京刚刚在中国签订大单 随后就传出了普京身体不适的新闻 俗话说得道者多重 失道者寡重 或许只有当美国愿意心平气和的 看待其他国家过上好日子 才能真正理解 为何那么多人愿意和中国做生意吧 你对中俄的这笔大订单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